现在国内有好多的粉丝想过来女本复制你的这些经历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你对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或者是告诉他们应该注意哪方面啊 风俗啊 婚姻的这种风俗 日常的这种风俗 宗教这方面的 你必要有发言权吗 你可以说一下 首先我是当时来到这里不是寻找爱情而来到这一个尼泊尔的 我当时是以旅游的心态来到尼泊尔 我当时是真的是想来到这里去好好的去旅游 因为这个国家的旅游之业非常非常的丰富 而且是没有经过人工开发 对不对吧 对春天 春天来呢 因为你首先是来到这里首先是抱着一个旅游的心态 对不对 来到这里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如果能碰到自己的爱情 那就是来到一个splice 就是惊喜嘛 对不对 你会收获了更加的多一点 把心放得更宽一点 不要急于求成吧 我感觉 你来到这里首先你去领域风光旅游的途中 去寻找对不对 总有意外之喜 对你意外 你每一天都抱着的 你就有一个很心惨急很怯的那种思想去 就是每一天会自己很焦虑 本来你是一个很优秀的 对不对 那天我当时我记得我当时来的时候 我去博卡拉边上那个镇 就我们抓螃蟹 对面那个村了 哇 那一个村里面一个女孩子都没有 他那个村非常多的男孩子 我去到那里我就说了 哎呀 你这里 我又不懂得这个英语 不懂得女语 我就跟他说 我能不能在你们这里烧烤啊 我付给你们一点这一个 呃 劳务费或者这种东西的 你们抓鸡来 我也会付给你们这一个 他们可以的呀 跟他们打成一片 我跟他们打成一片 然后整个村庄的男女 老少 哇 真的是每个人分 当时我杀了当时有大概四只鸡 还是五只鸡吧 一个人分给他们一坨啊 非常的开心 烤好的 我是用中国的烤法 就是明火把一根竹子 把那个鸡一根一根往上面穿嘛 尽量烤鸡嘛 烤在那里 然后一个村庄的男女老少 都非常的开心 给他们喝啤酒 也当时啤酒非常贵 他们喝啤酒是一个很奢侈的 然后就问我 他们主动的会去问我 哎 这个中国小伙子 他们就会问嘛 他们简单的问 我有个 当时是有个手机翻译嘛 他们有懂英语就问 哎呀 你来这边是干嘛 我这么有的 就问我的家常里短 你看 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我去到那个村上 一个人不认识 然后经过了这一个 比如说 我在那里跟他们打成一片 他们也会去间接地去问我很多东西 他们也很好奇 我们中国人 也很好奇我们中国 问很多 然后就也问到了这一种 比如说 我是否单身呢 问了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爱情 我当时说 是单身的 因为当时我是刚过来旅游 大概是没多久吧 一个月还没到吧 这个就是一个 启蒙吧 所以说大家很多问我 这一方面 但叫我去这边去介绍 首先是介绍不了 为啥呢 这个东西本身都是属于一个 缘分问题 缘分问题 还有一个属于一个禁区的问题 不能去做 但你来这边 谁没有追求幸福 追求爱情的这个权利呢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抱着一个心态 我来这边 我就是想去干嘛的 寻找爱情的 你本身来的目的 首先是太单 太单纯 你想去得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越想得到 你就会越 离他远 欲望太强烈的话 对 欲望太强烈 心态就会适合 首先是 自己心情 哎呀 我来这里三个月 五个月 我说你来这里干 我就是想来这边 找个爱情 这个样子 不行啊 你这样太过于求成 你来到这里 你为啥不首先是了解这里的名胜古迹啊 哪里的徒步路线啊 滑翔啊 你每一次都开开心心的时候 我认识很多呃来到这边的朋友啊 比如他滑翔这伞 因为滑翔伞那时候经常有很多国外的友人啊 嗯对对 还有这边友人 还有他们本地人在那里 好像 如果 你的语言 你的词语 还有 呃 贵得多啊 你跟你来沟通 交成朋友了 人家也会慢慢的慢慢的 这样我刚才讲的 我都不认识你 搭讪这一个东西呢 像我之前 我跟米格纳搭讪的话 那真的叫做缘分 它有多少个 这样子这样子去成 强功的呢 少之又少 对不对 这样的模式呢 你去复制是挺难去复制的 但是像我刚才说的 这一个 我来这里 首先是以旅游啊 我去走进 呃 大山深处 我去走进这一个旅游景点 我去多跟这边的 普通的老百姓 多去沟通啊 多去畅谈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来这里 我们算是外国人 对不对 那 你想一下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 难道不想了解外国人吗 一个道理 他们也都很想去了解 因为在他们的呃 活动范围之内 很多连伯卡拉都没有走出去过 嗯 对不对 他们想走出伯卡拉都很难吧 建议呃 大家就是来到这边的话 先欣赏这个国家的一个呃 呃 旅游资源啊 呃 文化呀 服务习惯了 这一方面多去呃 做一点功课吧 然后呃 爱情我估计就在这里面 你会得到意外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对呃 老铁们来讲呃 感觉最大的就是这几点里面去呃 找到自己那个收获 寻找到自己的爱情 呃 当然呢 也不能说急于求成 要尊重这边的本地的风俗文化 嗯 不要去 触碰一些东西吧 对 这边的女孩子还是比较传统 比较保守的 对 你讲这一点 就是大家不要去触碰那种 不应该触碰的东西 在这里面就是 本身一个非常 嗯 普实的吧 我感觉是一个非常 善良的一个民族 你来到这里真的就是 去到那里 他会邀请你去大家去做 嗯 你感觉你比如说你到了深山 深处或者你到了一个 他们这里不是说哪里很远 以博卡拉半径15公里之外 都算是深山老林了 对不对吧 你说我说的 15公里以外 然后这个国家其实呃 宽是 100 200公里 你说多了 哪用15公里啊 有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我就感觉以博卡拉为中心 15公里以外就叫做 贫困地方了 你像我们中国 像北京 你看打个北京15公里 估计这只一环二环之内 还在环城高速这里没有 对不对 这边人孩 毕竟比较传统 嗯 真的比较传统 目的很明确 我真的感觉 目的一旦自己 目的很明确之后 就会 似得其反吧 我感觉会似得其反 太子 来 我感觉你 别人 有点 感谢观看